美国股市受到亚洲黑色星期一金融海啸的冲击 开盘以后就出现暴跌 金融科技七姐妹集体市值蒸发超过了1.3万亿美元 可以说接近于9万亿人民币 但是随后逐渐的几个小时里 大家可以发现都开始在走一个修复的行情 也就意味着明天可能市场上除了始作俑者 日本的东正或者日经指数 会继续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跌 但是整个的亚洲股市会出现回暖 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的黄金市场 在整个美股开盘以后 也出现了下探 接近于2400这个点位 但是又重新回到了2440 然后在这里一直都跟大家去强调 中国这一次赢麻了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你开玩笑中国的股市也下跌了 我们可以这么明确的去说 在这个贸易战已经打了五六年 甚至六七年的时间里 中国顶住了所有压力 中国从一开始顶住了美联储疯狂的加息 一直加到联邦利率5.25到5.25 而且持续了两到三年的时间 我们一直维持着整个的低利率 并且持续的降息 大家尤其是这种大规模的长期负债 比如说买房或者是相对来说的贷款 你都可以看到整个的利息在持续的下降 这也就是我们的国债收益 为什么十年期的国债现在是在2.1附近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的居民 由于大家不能说是有一个巨重的效应 就可能目光不会放得特别远 但是总是盯着眼前 所以说很多人都去觉得 黄金一直都在涨 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 黄金为什么会出现上涨 就像我们存到银行的钱 为什么银行要给我们利息 银行明明是保管金钱的一方 因为银行可以存贷一个利差 就是他拿你的钱往外放贷 然后他挣到的钱给你一部分 但是他可能会挣到大头 还有一种原因 就是你的货币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 他给你的利息 其实就是这个贬值的一定的程度的一个补偿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黄金第一点是你需要有开采成本 开采的话越来越往下挖 你开采的难度就开始增加 再加上整个全球一直都在膨胀 那么人工成本在持续的增加 所以说黄金的成本依旧的跟大家去聊过 维持在了1500到1800盎司美元左右 所以说黄金的价格现在维持在2400 但是你继续让它上涨 即使中东出现摩擦 即使全球都出现了这种不同程度股市的这种暴跌 但是你发现黄金都没有变过 还有就是整个的虚拟币市场 你可以看到虚拟币的市场受到多么大的冲击 以前就跟大家聊过 川普的话其实他为什么要去挺大饼 因为他需要获得这5000万人左右的一个选票 他所以说才会去站台说 我不会去卖出或者是整个的政府 不会去卖出任何一个大饼 你只要是持有你就可以挣钱 这个完全就是怎么说呢 纯纯的就是谎话 就像他曾经告诉过美国的民众说 有新冠往自己的身体里打那个消毒剂 你就可以活下去 就是因为很多愚昧的美国人听了他这句话 据说有超过4000人 因为整个的往血管里打了这个杀毒剂 然后安详的去走去了 没有遭受到这种疫情的折磨 可以说他确实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体的中国市场 中国的股市呢 可能大家去吐槽说长年维持在3000点 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往外去挤压水分 可以说现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很多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种长利息的会比较好 因为他整体的这种大型国企 他首先拥有着销售渠道 拥有着良好的融资 加上他正常的资产的一个稳定性 所以说他才会持续的增长好 但是如果股市真的需要膨胀 那么肯定是需要从小盘股去涨起 因为小盘股疯狂的上涨会造成这种造负的效应 让很多人去来认可他 并且觉得我值得去进入到这里投资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完善 因为现在我们还要去基础的发展 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基建 继续的维持我们稳定的就业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真的是赢麻了 很多人真的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你一个人抵抗住了全世界 日本下降了以后 一直都在说加息 然后说退出控制曲线 你看到了他说 我们开始逐渐走到温和通胀 但是真实的情况 你发现他们整个的一个数据 再加上你看到一个生存环境 你觉得他们真的是往好了方向去走吗 所以说有的时候往往不是说 像你眼睛看到的那么简单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